台中有一位民众发文抱怨 说自家社区公设了奇异室 可以提供住户打牌打麻将或是补习使用 他之前进来请家教来帮孩子上课 但是其他住户呢却提案通过了 让管委会决议将打麻将当作优先预约的使用用途 让他无法接受 打麻将是不少人闲暇之余的休闲爱好 不仅能联络感情据说还能预防老人失智 但现在就有民众po文抱怨 自家社区管委会竟然将打麻将 列为优先预约社区的公设使用 民众po出管委会的决议 通过奇异室使用以麻将用途为优先预约 让他非常不满 因为之前都是借来让家教帮孩子上课 公设应该是要先预约先使用 更反映住户打麻将的赌注都是现金 认为根本就是剧毒 有网友认为既然是家教 就应该回自家去上课 多数的住户都决意通过 就应该尊重服从 还有网友说 有证据就直接去报警 但也有人认为既然是公设 只要是住户就有权使用 也能理解有些人不喜欢陌生人到家里面 但官网会说有按照规定开区权会 八成的区权人都已经决意通过 就应该要少数服从多数 接下来 台中报道